這個禮拜大家秉息一帶 看的都是物價指數 美國的物價指數 看到通膨再次的衝高 所以一度到成了 美股的一個壓力拉回 但是只有一天的影響 隔天禮拜五就好起來 禮拜四又好起來了 主要是因為在整個市場上 又有聯準會的歌派官員 跳出來喊話說 還是會降息 大家不要擔心 雖然說降息有一些受到通膨的影響 但是還是有機會 所以昨天美股的部分又出現了反彈 不過特別提到 這美債殖利率持續的在飆高 市場的一個擔心還在 擔心什麼 擔心就是現在聯準會 會不會被選舉給綁架了 所以讓他原本想要按部就班的 降息之路被打亂了 被打歪了 有沒有這種可能 所以看看美債殖利率 出現衝高之後 很多的美債商品投資朋友 這個降息計畫已經偏離軌道 前財政部長桑莫斯直接說 他說小心你聯準會下一次不是降息 是升息 因為他看到通膨很難打 另外兩大投資銀行摩根大通 巴克萊銀行都認為六月降息沒戲了 不會降了 今年可能只降一次 真的嗎 好我們如果從股市投資的角度來看 這些大佬講這些話 真的叫太好了 怎麼說你去想半年前大家是預期要降六 降七那個叫太樂觀 太樂觀就會修正到比較正常一點 現在叫做太悲觀 對也就是說大家認為要嘛不降 要嘛有降你就要偷笑了 還可能升息 這一些狀況的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一個經濟數據發表以後 通常都是因為美國 大家都會發表意見 這個大佬很多 那就會講得更over 常常都是這樣 華爾街的預估都是這樣子 一個數據出來 會往更另外一個 更極端的方向去做解讀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在三月CPI意外又上升的情況之下 因為前面一二有一點上升 那時候報的是選擇性的忽略 可是三月份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這麼緊張 因為三月份總不能講說 我要再忽略了吧 所以大家會擔心說 聯準會是不是就真的收就不降了 然後反而要升息 那可是昨天為什麼美國股市會大漲 因為昨天紐約分行 紐約分行很重要 紐約分行是固定的票尾 就是他有投票權 永遠投票權 永遠投票權 他就說還是會這樣 還是會這樣 所以吃下定心丸 再加上昨天的PPI 不是指數沒有預期的高 所以美股就大漲 所以從股市的反應來看 其實這些大佬是提醒而已 但是真的會升息嗎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難 比較難 好 回到我的字卡 那最近的數字 還是跟各位釐清一下 三月份為什麼大家會緊張 因為這個三點八比預期的高 然後降息機率就降低了 這個六月 以前六月降息機率是什麼 七十趴八十趴的 現在十七趴 現在變十七趴 倒過來 九月就比較高 就是說大家預期九月份會降 那這樣就差很多了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經濟很好 新增飛農 就業三十點三萬人 這也比預期高很多 大家本來預期二十粗一點 二十幾萬人就OK了 然後失業率 從三點九又往下降 失業率不是越高越好嗎 不是越高越好 對股市好了 因為你越高就會降息嘛 那你越低的話 這個聯組員就不會降息 可是這一個部分 我們要特別提就是說 這個非農就業 就業是這樣子 你一份穩定的鐵飯碗 一份工作 這個正常的工作 這也是一個工作 可是呢 如果你去賣到打工 或者你去當Uber送餐 那也是工作 所以這個非農就業 後來他們就細分就是說 其實part time工站比較多 所以這個也不一定值得參考 那再來我們來講就是說 這件事情 畢竟對市場上 股票市場的反應 有時候一天不好一天好 但是對債券市場就很明顯 債券市場就很直接 我就是跟著殖利率跑 殖利率上升 我就是債券價格跌 所以剛才凱明一開始也一直在講 這個為什麼債券ETF都跌 原因就是因為殖利率反彈 那殖利率反彈又分兩種 一種是短期的 一種是中長期的 短期我們看兩年期債券 那中長期我們看十年期債券 兩年期債券的這個突破5%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認為聯準會 真的不太會降那麼多 因為現在的利率是5.25%到5.5% 對那你現在的殖利率 兩年期到5%的話 意思就是說我會降 但是沒有降那麼多次 頂多降一次 因為兩年期比較靠近 短天期利率 他是跟聯準會的政策利率比較綁定 好那我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就我們看那個差額 來看一下那個差額 如果今天我們覺得聯準會要不降息 或者這個狀況還是穩定 就是沒有像各位講的那麼多 那兩年他就穩在這個地方 那十年我們接下來就看十年了 如果十年了接下來是要往上升 那就代表我剛才講的注重值就變小了 那這對股市不好喔 所以那如果十年呢 他是往下降 就是說大家還是覺得外經濟會衰退 那就代表十年國外殖利率會往下降 兩年是看聯準會 聯準會現在很穩 他沒有說要降息 可是十年卻往下降 那這個柱狀圖擴大 股市反而會漲 所以這個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有的時候只是看什麼 要降息不降息 你要去看這中間兩個的拔盒 回來我要講 所以回到我的字卡 我要表達意思就是說 雖然你看到兩年期 美債殖利率到五個百分點 但是這對股市的影響 你要去看十年 十年如果往下降 股市反而會漲 相反的如果十年往上升 股市就表現比較不好 就像過去這段時間 做過一段時間十年 但是不管如何 最近或去年底 或今年一月剛買債的人 真的是美債多愁 以前是債多不愁 現在是美債多愁 怎麼辦 我到底現在再買嗎 他跌下去再買嗎 還是說我要暫時觀望 對於這幾個月 買債券ETF 或者買債券相關商品的投資人來講 這這幾個月是很難受的 尤其是這兩天很難受 那這個有一點那種 利多幻滅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不要緊張 我先講不要緊張 第一件事情不要緊張 如果你是可以再撐一下 不要說短期 短期就一定要獲利了結 或者短期就要做買賣的話 你可以再稍微報一下 因為美國最後還是會降息 最後還是會降息 但是如果你是做得很短線 你問我美債好還是歐債好 那歐債好 歐債因為最近大戶通通跑去轉歐債 你最近可以去看 如果以這個債券價格來講 最近歐債的價格表現比美債好非常多 因為他會先降息 對因為他會先降息 所以很簡單 降息就是殖利率會往下掉 那債券價格就會往上漲 所以最近如果以短期來講 美債賣掉去買歐債 因為投資銀行動作比較頻繁 他比較快 所以他會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一般老百姓就是說 你可能已經買了臺灣相關的美債ETF 那你就你就再等一下 忍忍就在忍住 對對對 不要這樣子換來換去 不要換來換去 這是大戶去做 對這是那種投資銀行在做的事情 好這是我們看到債的部分 另外下一頁來講到 就是美國政府公債也很高 但是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最近你看經濟的問題 可以看到黃金也在漲在創高 比特幣也在創高 黃金照理說是避險商品 是保守一種避險商品 那比特幣是這種投機商品 怎麼這種商品居然一起可以再走高 最近這個這幾個商品 出現一些矛盾 怎麼說呢 我們都說知道黃金是用美元計價 一盎司多少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他是美金計價 那理論上講 美元跟黃金 他是反向關係 美元如果升黃金應該掉 對啊 因為黃金是用美元計價 美元升值的話 就代表我不用那麼高的價格 價值還是一樣 結果都一起漲 對對對 結果最近不是這樣 最近是美元也升 然後黃金創新高 比特幣創新高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第一個 美元升這個是怪的 為什麼 因為美國公債逼近35兆 代表美國一直在花錢 美國一直在印鈔票 對啊 我們網易上的印鈔票 那理論上美元一直印鈔票 應該美金不值錢 是美元不值錢 應該美元要扁 可是我剛才不是講過了嗎 我美元的升或扁 其實不是看他自己 他是看歐元 你比我更慘 對不對 我們 我們的美元指數主要是靠你啊 你賺我美元指數的57% 英國也不怎麼樣 英國占了11% 那你們組起來跟我比 你比我爛 那雖然我多印錢 但是你比我爛 我美元還是神 所以這個先解決了美元 為什麼上升的問題 好再來講 我剛才不是講 美元上升 那黃金應該要跌 比特幣應該要跌 第一個 黃金的上升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 伊朗可能會去打以色列 這是地緣政治的關係 所以才會發現 因為美元也是避險上比 從避險商品 所以避險商品都一起漲 對 避險商品都一起漲 那比特幣也是避險 就是比特幣類似數位黃金的概念 所以這兩個的概念 大概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人現在 因為你美國公債發太多了 所以對外國政府來講 尤其像中國 我就不買你美債 我不買你美債 那我就去買黃金了 所以是這兩個原因 讓黃金的價格 所以現在黃金美元 我都可以繼續持有 甚至可以再加碼嗎 都已經衝那麼高 沒有錯 短期趨勢不會變 因為中東的戰事 只要沒有解決 只要一直在那邊鬧一下 鬧一下鬧一下 黃金就會漲 那黃金黃金上漲 美元呢 因為我剛才講 美元的問題 是跟歐洲之間的關係 歐洲就是會六月降息 歐洲就是戰爭風險區 對 而且主要是歐洲的經濟很爛 他就是有降息的必要 所以從這兩個角度來看 美元上升 黃金上升 這個短期內不會改變 好 那重點回到了投資商品 尤其是像股市的部分 那現在看起來在美股的表現當中有撐嗎 對 好 那我們再回來講股市 我剛才講了那麼多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債券利率走高 這個很難避免 就是因為美國經濟強 然後美國又降息次數沒有那麼多 所以感覺利率還維持在高檔 那利率維持在高檔 如果一個投資是要看利率的話 那他利率高 當然就對他有影響 對 譬如說房地產 房地產就是希望利率越低越好 或者很多的中小銀行 昨天為什麼那個我們叫做IWM 就是羅素2000 羅素2000中小型股跌得很重 為什麼 因為羅素2000裡面 很多的商業地產股 很多的中小銀行股 中小銀行大部分是放款給這些商業銀行 所以他們是連帶關係 純齒相依的關係 利率走高 這個房地產股票不好 所以壓力就不好 可是為什麼對大科技沒影響 第一個大科技又不借錢 大科技還滿手錢 不知道怎麼做 譬如說以蘋果來講 手上兩千多億美金 對不對 他他不欠錢 這第一個 第二個AI的發展 會因為你利率高或利率低 而有改變嗎 譬如說我們都知道AI未來要發展 假設我未來要投五百億美元 我這五百億美元 會因為美國利率現在在五盤 跟美國利率在一趴 我這五百萬美元 五百億美元就不花嗎 我還是會花 也就是說 因為他可能造成的未來的投資收益 不是用幾趴來算 可能是幾倍來算 所以不管利率現在是五趴還是一趴 我都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看起來各大廠商 都在積極發表AI的新運用 對 所以這樣的題材上看起來 美國的科技股支撐度很夠 沒有沒有錯 所以短期來講 我現在跟各位講科技股 第一個不會受到利率的影響 第二個現在反而AI相關的 我講的AI是真的有在做這些 我講的這些公司的這種AI 他反而會變成資金避風港 他反而會變成高利率的資金避風港 然後再來我們來講說 其實為什麼我說 接下來不用太擔心 利率還是會往下走 第一個最近美國經濟好 他是好在移民人數大增 就最近做一個統計就是說 他們最近 因為以前訪問都要訪問家戶 訪問這個企業 結果感覺上都好像奇怪了 怎麼經濟那麼好 那後來發現原來是他們的移民太多 這個移民裡面 尤其是非法移民更多 就從從南邊墨西哥越個牆 就以前川普不是說要蓋什麼墨西哥 那種 都跑進來了 你如果去美國玩 你就會發現了 參觀裡面服務生大部分都是墨西哥人 就是從那邊來的 那這樣也好 對美國也好 為什麼 因為那些中低端的工作 美國人不太願意做 那你總不能控在那邊吧 剛好有人補進來 然後他們就去做更高階的工作 做AI做一些好的發展 所以其實對美國經濟來講 這樣子剛剛好 因為這些移民 他們也不會要求太高的薪資 所以對整個物價的上漲 也有限制性 所以為什麼拜登這樣講 降息會延後 但頂多延後一個月 所以他已經在下指導期 所以他說他不知道央行會怎麼做 但是其實就是告訴你怎麼做 對 央行大概已經怎麼做 應該都板上定點了 了解 謝謝崇龍大哥 剛剛這樣講的 政策利率有沒有走歪路 可能是走偏一點點 但是呢 是不是還是會降 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你看拜登都講話了 他都告訴你 我今年一定會降 只是時間早晚延後一個月而已 當然回到現場則說到的 蔣 現在呢 在臺股行情當中 大家都在看揮答 揮答終於在昨天有一點起色 這AI的神主牌 真的可以穩定軍心嗎 但是更重要在於 誰在這裡 已經有很多衝高的個股 有沒有在底部才剛剛 鹹魚翻身的呢 有沒有準備翻身的呢 這比較重要 馬上回來告訴你